比如說祷告者跟神關係比較近,那是不是會讓被祷告者更容易進入? 的確是兩個人都重要,為人祷告這個人最重要。 有些聖力恩高很強,其實我感謝神給我這個聖力恩高,但比很多人更強。 我親眼見到的,我看到他們碰到這個人,馬上這個人就好像融化,好像就很感動了,很強烈。 如果我想這樣的話,我的錄像就不同,因為我適奉的錄像是訓練。 如果我要這個恩高,我就需要怎樣?我整天就這樣自己觀起來,整天愛慕神,跟人一起愛慕神,整天。 這樣的話,聖力恩高在我身上就會越來越強。 但因為我的呼叫不單是聖力恩高,也是訓練,所以我需要寫很多材料。 如果我們想聖力恩高更強,就是多親近神的,可慕神,完善慕神,也多語言一種禱告,聖力恩高就加強了。 為人禱告的人很重要,因為如果你們留意,有些人碰到你,馬上你就開始搖動了。 而且有些聖力神,馬上碰到你,馬上就開始感受平安、輕鬆了。 這個就是從他身上傳遞來的。 但同學,我為不同人禱告,第一個,很強的精力。第二個,寫少精力。第三個,極少精力。 為什麼呢?分別也是在他們身上。他們越投入,越放鬆,就越能夠有聖力的恩高。 所以,兩方面都是重要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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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